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如果就经文53位善知识来看 我们可以发现说 他里面参访的善知识 不分年龄 包括这个长者 或者是老年人 或者是小孩子 善才童子只要知道他是善知识 他都去参访 那也不分阶级 上至国王 下至贱民 这个善才童子都不分阶级 都尊重李敬 那也不分男女 古时候是这个男女地位 这个相差非常大的一个 有这种 这种怎么讲 歧视吧 可是在当时 这个善才童子53餐 他也参访 包括童女 幽婆仪 甚至比丘尼 他的阶位都在比丘之后 就境界比比丘众还高 然后 这个 而且这个善才童子53 他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比丘众 象征这个佛教亲近的比丘众 结果在十一餐之前 都参访完了 这个 这个就应顺导师来讲 他说 这是象征 华严经 这种大胜的精神 所以 对于 出家众呢 因为他们有些 这个场所不能去 所以在 入室的 救度众生这方面来讲 就没有办法 像大胜菩萨可以这么 这么 广大 这么普遍 所以 这边又凸显了 华严经的这种 大胜原教精神 然后 还有一个特色就是 不分教内外 他 不是只有参访 佛教 这些证悟的人士 他还参访 外道 96种外道 善才同志也有去参访 甚至更奇妙的是 他还参访 刚刚我们说外道 可以说是 非道 就是非佛教正道的 但是他还参访 反道 就是 跟佛教正法 被反的一些善知识 这都是善才同志如三餐里面 很特殊的 一些特征 那这些特征呢 其实都要凸显 华严的这种圆容的精神 那它里面的象征意义 我们如果有机会 说到这些餐的时候 我们再来具体说明 那我们上礼拜就已经 带大家整体的看过 一个这个善知识的概况 那同学大概有一个概念了 对于华严经的这种圆容的精神 应该有所体会 那我们今天呢 就要进入另一个主题 就是上一次是讲参访的对象 善知识 那我们今天要进入的主题是 参访的这个主体 就是善才同志 也就是说其实啊 今天这个主题啊 跟我们关系最密切 因为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 像善才同志一样 能够一生就正入佛境界 它是具备了哪些条件 那我们是不是能够朝向 这个方向去努力 然后让我们也能够像他一样 不知道能不能今生成佛 那如果今生不能成佛 至少你已经像他一样 朝向成佛的这个目标迈进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了解一下 这个能够正入佛境界的这个主体 善才同志 它是具备哪些条件 那我们只要具足这些条件的话 我们就也有机会成佛 那经文是在2300页 那我们这个前面有一大段 我们没有把它贴在PPT 那这个我们上次讲过这个 文殊菩萨他教化了比丘 还有荣众 这个荣王这些荣众之后 好再来就是进入善才会 就是善才同志五十三餐 那经文就是从十日浮成人 文殊师利同志这边开始 同学有没有找到 因为这一个部分我没有贴在PPT 我们同学大部分还是带了书 我们同学这个昨天天文师 我昨天去联社上课嘛 然后天文师就来跟我聊 然后他就说 我们班同学都很用功 我说真的 我看他们都背书来 我都觉得很不冷心 年纪这么大又要背那么重的书 像我年纪轻轻都不是很想背 而且我的书还比你们小 所以我就想我做PPT 然后这样你们可以减轻负担 就我今天看来是很多人都带书 这个做老师的 看到同学这么用功会 会觉得很安慰 真的 好那同学看到了这个课本的话 从这边开始就是散财会 散财同时53餐的部分 那这边我们有录 录在PPT的原因 因为这一段经文 他是列了很多的这个 这个散财会的会众 就是参与散财会的很多这个眷属众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 这个文书施力菩萨 他就是到浮城先去教化了那些龙众 那些龙王之后 那这时候啊 浮城的这些百姓 这些臣民 就像我们台北市的居民 他们就听说 文书菩萨 你看他这边还是称童子 那文书菩萨呢 这时候啊 就是在那个庄严床 梭罗林的大塔庙处 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 就是这个地方 据说现在 不是现在 原来是唐代 因为那个古德著书 就是唐代那时候 那个日照法制 他去那个地方 说当地呢 这个百姓都还有 这个解脱分善根 就是对于解脱 还有很深的善根 然后他们也会唱善财的歌词 然后这个树林里的一座大塔庙 据说非常广大 东边敲鼓 西边听不到 好 那这个文书菩萨 他就在这个地方 教化了隆重之后 那这时候浮沉的百姓 那这时候浮沉的百姓 他们呢 就也来到这个地方 因为听说文书菩萨在那边 然后有说法 所以他们就去 去那里 好下面就列举了 有哪些人 到了这个大塔庙处 包括南众居士 有五百位 然后下面就是列举 这五百位的这个 南众居士 然后到了文书施利的 这个大塔庙 开法会的地方呢 他们就顶礼文书菩萨 这边还是称童子 然后又绕山楂表示恭敬 然后就安坐在某个地方 然后又有五百位女众居士 好这边有一个关键词 就是五百 都是五百 然后女居士也是五百位 那也是一样 顶礼文书 然后又绕山楂 然后就安坐 然后再来就是童子 也是五百位 然后也是一样 恭敬顶礼 然后再来是童女 也是五百位 这个五百 它的象征法义就是 这些参与法会的会众 他们都是要修 五位菩萨阶位 所谓五位菩萨阶位 就是简称五十阶位的那个 那个意思 五十阶 五十二阶位 就是 信住形象地 跟等妙诀 那就简称五位 所以我们说菩萨阶位 有几种说法 一种就是直接说是五十二阶位 那还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是五位 那这都是指菩萨阶位 那有时候你会看到是说 讲四十二位 那四十二位 它就是从住位开始算起 就是从入佛境界开始算起 所以信位不算 所以就是住形象地 所以四十再加等妙诀 四十二位 这样大家有一个基本概念 好 所以这边呢 都是五百五百 那 这个童子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童子啊 这个 第一位列举的就是善才童子 也就是说 他是童子的 这个上手童子 第一位童子 好 那他们都来参访文殊菩萨 好 这个部分我们有列到PPT 再来我们就要来看PPT了 然后下面的经文呢 因为内容比较需要讲 所以我们就请班代来 帮我们念一下这个部分 我们一起念嘛 这样才不会太无聊 好 二十 文殊师立童子 知福成仁 稀以来及 随其心乐献自在身 微光鹤益 必诸大众 以自在大慈令彼清凉 以自在大悲 起说法心 以自在智慧 知其心乐 以广大辩才 将未说法 好 谢谢 这个大家念了经文呢 一方面也是诵经 然后一方面也先有一个概念 好 那文殊师立 这个 这边还是称童子 我们说过 因为这边都是象征 他是在姓位 好 你们如果看到善才童子 在建文殊 好就是五十二参的时候 那时候他就不称童子了 好 所以这边是特别表真姓位 我们上次有跟大家说过嘛 特别表真姓位 表示出入佛法 出入这个 就是要正入佛境界 所以他象征姓位 好 这个文殊师立菩萨呢 他知道这些佛城居民都来了 然后这边开始 好 随其心乐限制在身 这边是象征文殊菩萨 他的体 他的体性 好 他的本体呢 具有 能够化现自在 的这种功德 好 然后后面的部分就是象征用 我们通常讲佛法都会 从体跟用两方面 好 来 这个 种设一些观念 后面这 几个部分就是由体而发用 好 那他的本体具有 自在变现的功德 好 可以随众生 然后变现众生所喜欢的样貌 好 好 再来 他的发用 第一个 他先用光明 好 照亮一切众生 这个光明呢 一方面可以震慑众生 一方面 也可以净化 好 去除众生的黑暗 好 所以第一个 他所发挥的 这个妙用 那第二个呢 要教化众生 你看这些菩萨 有几个特质 就是 要有慈 好 然后第三个 要有悲 第四个 要有智慧 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说佛法很重视慈悲跟智慧 好 这个就是要教化众生 你的心一定要慈悲 好 要柔软 好 你才能够这个拔众生的痛苦 好 然后给予众生快乐 然后你要有智慧才能够 善巧方便的说各种法 所以 教化众生很重要的 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辩才 好 所以你们看那个第九地的菩萨 他的功德就是辩才无碍 第九地的功德 好 所以这个辩才在菩萨来讲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德 好 那这个部分呢 文书菩萨他先 总摄大众 因为知道大众都来了 可是在总摄大众之后 这个菩萨就是不一样 文书菩萨 他就能够在大众中 一眼就看到 很有善根的善才童子 所以呢 负于适时观察善才 这时候他就看到 这个善才童子 异于众人 特别的不同 然后就观察 他的因缘是什么 所以 著书说他 文书菩萨先 总摄了大众之后 然后就特别去观察善才 这个部分都是 著书成观的书 如果你们有带课本的话 是在书的部分 那他特别观察善才 就知道善才 他是这个超凡脱俗 是不同于一般人的 然后我们课本是不是写特回圣卷 应该是窘 就是他在这五百的 幽婆舍幽婆仪童子童女当中 是特别突出的 窘然超脱的 所以这边是要 他应该是打字打错了 应该是窘 就是少 就是那个回向的回少 下面那个一痕 那个回 回的下面那一痕要去掉 这应该要改成窘 就窘然不群 是书的部分 不是经文部分 是书的部分 书的 就是那个成观书 成观的书 不是课本的书 是成观的书 是成观的书 是不是在2302页 就是那个特回圣卷 那个回 应该是窘 窘然不群的 第八行 同学说是第八行 好 这个文殊菩萨 他就发现 诶 善财啊 特别的超凡不俗 所以呢 这一会 就以善财 来命名 所以称作善财 会 好 好 再来我们就要看下一段经文 来 搬带 带头 既然是搬带就是上手 知此童子出入胎时 于其宅内自然而出七宝楼阁 其楼阁下有七伏葬 于其帐上地字开裂生七宝牙 所谓金银 流离 玻璃珍珠 车渠 麻闹 善财 童子 除胎十月 然后 感生 形体分 端正 俱足 其七大上众 广高下 满 西走 从地涌出光明照耀 好 这个文殊菩萨一观察 他就知道这个善财童子 他的来历 从善财童子入胎的时候 他就知道了 我们自己入胎我们都不清楚 可是大菩萨 不仅能观今生也能观前世 他这边先说今生 善财童子刚入胎的时候 这个小孩子一头胎 他家就不一样了 他家自然就出现七宝楼阁 所以这个小孩是带财来的 我们一般都说 其实小孩都自己会带财来 不用担心 那善财童子带的财 是超乎一般人的 你看 这个涌出的七宝楼阁之下 还有七种福障 所谓福障 就是埋藏在地底下的宝障 潜伏在地底下的宝障 有七种福障 那在这个福障之上呢 这个地裂开了 就好像那个竹笋 冒出一点点芽 你就知道里面有那个可以摘的竹笋 所以这个地裂开了 你就知道里面有宝藏 而且你看它生了一点芽 真的跟那个竹笋很像 好 有哪七种宝藏呢 金银 琉璃 玻璃 珍珠 车取玛瑙 好 入胎之后 除胎十月 这个入胎啊 它有这些功德保障啊 在古德也有著书 那这个著书我们待会再来看 然后散才童子除胎十月 跟我们一般人一样 这个十月怀胎 然后诞生之后 当然就是相貌这个端正巨竹 然后这七大宝藏呢 这时候啊 就长出来了 长多高 都长了七轴 这个一轴就是一个 一个手轴 从这个手的关节到 这个手指间中指 那有七个手指 因为古时候没有像我们有这个词 所以他们通常都是 用一些具体的事物来做为单位 好 好 就长了七轴 据说古时候的计算 一轴大概四十几到五十几公分 四十几到五十几公分 所以七轴大概有三百五 三百到三百五左右 这么高 第一层楼高了 你看这个金银流离 而且七种 都长了这个三百五十公分 左右这么高 从地涌出光明照耀 好 再来我们看下一段经文 附于宅中自然而有五百宝器 种种诸物自然隐满 所谓金刚器中成一切香 鱼香器中成种种衣 每玉器中成满种种上位饮食 模鳅器中成满种种书育宝 金体成云因气成金 金银器中成满流离及模鳄宝 玻璃器中盛满车渠 车渠器中盛满玻璃 玛瑙器中盛满珍珠 珍珠器中盛满玛瑙 火魔泥器中盛满水魔泥 水魔泥器中盛满火魔泥 如是等五百宝器自然出现 又欲重宝及诸财物 一切库障机令充满 于此事故 父母亲属及善相师 共呼此而名曰善财 好 刚刚我们说了 那个地底下的宝障 善财诞生之后呢 就开始像那个竹笋一样 哇 瞬间就长了三百多公分高 都是金银珠宝 那除了这七宝障之外 他们家不是这个 也有一个大楼阁 那除了这个大楼阁之外 他们家中所有的宝器 通通都涌现宝物 这边就是在讲涌现各种宝物 包括箱啊 衣服啊 那些七宝啊 甚至是一些像这个魔尼宝珠 就是可以满世间的愿望的 这种魔尼宝珠 通通都自然涌现 那这边还有一个关键词 也是五百 所以这个华严经啊 有人说是后人编造 说实在 如果真的是后人编造 这个编造的人 他实在有佛的智慧 真的是要有佛的智慧 因为他的每个 每个那个关键词啊 都这个紧密相扣 而且里面的含义都很深 你看刚刚我们说 有五百童子童女 优婆舍优婆乙 这边也是五百 这些都扣到 这个善财童子 他们的菩萨阶位 五位 所以真的是很不容易的 好 善财童子我们看到这边 我们发现他真的是一个 带了非常多的财宝来的这个孩子 所以呢 他的父母眷属 还有相命师 都称这个孩子叫做善财 好 所以善财不是善金银珠宝 不是花钱的小孩 是带很多钱来的小孩 所以这个善财呢 它是关键词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这个善财的意义 这个课本二百 两千三百零三页 又讲到善财 好 这个文书菩萨 观察到善财 刚刚我们看到的经文都是从事项上来形容 从具体事物让你了解 哎呦这个小孩真的是这个带财来的孩子 那古德呢 他 他怎么解释这个善财呢 他从 内因外缘 还有素式的因缘来讲 那我们这边先看内因跟外缘 好 这个善财啊 我们从外缘来说 所谓的善财 财通常都是属于一报的部分 那善呢 那善呢 一般我们是觉得就是内心的正报嘛 那他也象征一报 就是各种美好的事物 也可以用善来形容 因为我们是从外缘来讲 那他这边就讲到 这个善财呀 他为什么称善财 这个财因为是一报 是外显的部分 所以当这个财外显出来 就表示他有善相 包括他的内心 乃至于他的这个外形都有善相 所以他能够现出这个多财的这种善相 好 那这是从外缘来讲 那从内因来讲 为什么他会有这么丰厚的财富呢 好 那就上面来讲呢 是从这个外缘来讲 那如果我们再从内在来讲 是因为他具有内德 那什么样的内德呢 就是解心顺理 好 解心就是他有那种 能够理解别人的心 或者我们说柔软心 他特别能够善解人意 有这种内德 另外呢 他还有顺理 就是他能够顺服真理 能够顺应真理 去 去这个调解 去理解别人 像有的人虽然心很柔软 可是没有智慧的话 没有办法顺理的话 那有时候就是这个 慈悲 这个没有智慧的话 这个 什么 那个是国报 那个大象带因弱 对那是有福报没有智慧 我们这边要讲的是说 一个人有慈悲心 但是没有智慧的话 其实很多妈妈有这种特质 就是有慈悲心 但是没有智慧 像 像 像我的一个 朋友 他对他的孩子真的很好 可是就是 太孝顺小孩了 变成小孩是 是 主人 但是其实小孩 小孩 其实他在很多方面 是还没开窍的 他完全是凭 他的 欲望 他的感觉 去走的 那如果 大人自己不做主 然后让小孩 反客做主的话 反客为主的话 等于是 以忙 隐忙 所以这个 解心 顺理 这个顺理很重要 虽然我们很有慈悲心 心很柔软 不舍得小孩 受伤 受苦 但是如果说 没有智慧 不懂得 引导他 走向 这个真理 走向正道 那慈悲 就会变成烂情 所以这个 德啊 善财之德啊 等于就是有 有这种柔软心 但是 更重要 要有智慧 所以呢 善财的 这个财 虽然外显 是金银珠宝 但是其实内在 是因为他 积德无尽 这个是 真正内财 很久不失的内财 我们的外财 会用完 可是内财呢 可以源源不绝 好 再来我们看下一段 经文 下一段经文就有讲到 这个善财的 他的这个树音 那我们再请搬带 幼知此童子 已曾供养过去诸佛 二 深重善根 三 信节广大 四 常乐 清净 诸善之事 五 身与 异业 皆无过失 六 敬菩萨道 七 求一切智 八 成佛法器 九 其心清净 犹如虚空 十 回向菩提 无所障碍 好 这个 十个标目 是我标的 这个 华严经有一个特色 就是他讲很多事情 都会从十个角度来讲 来象征 他其实是具足 无尽 无尽的特质 那这边举十个来讲他的这个过去因缘 好 为什么善财他在今生能够有这么广大的财富 好 那我们刚刚说了他这一世的内因 好 就是 他的这个 应该也不止这一世啦 好 就是说他的内在 好 他的心灵世界 是具有德性的一个小孩 好 那这个德性呢 包括他的心地很柔软 好 也包括 他非常有智慧 好 这个是他的内在德性 那他为什么能够具有这样的内在德性 好 那就跟数式因缘有关 好 那我们看他的数式因缘 第一个他曾经供养过去诸佛 好 这个我们跟大家说过华严经啊 你看到后来你会发现 华严经常常出现这个供佛 供养 可以说你要正入华严境界 供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菩萨行 好 这个我们知道六度万亨第一个是布施度 好 其实布施呢 就是包括上供养跟下布施 好 所以这个供养很重要 这个我想到昨天我去参加一个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位 台湾一位很有名的中华花艺老师 叫李立淑 有同学听过 他这个发扬中国的叉花 我们都知道叉花一般是日本花道 最有名 但是呢 他这个本来他是学日本叉花 然后他也学西洋叉花 那后来他去那个美国 他发现美国有一个庭院 有各国的花园 唯独中国花园是空的 没有中国花园 然后他那时候就觉得他身为中国人 可是中国人居然没有自己的这种花道艺术 所以他就开始钻研 然后他就问故宫博物院 有没有人研究花道 都没有人 后来他问历史博物馆 就刚好有一位历史学家 他有在研究历史文献中 中国的花的艺术 然后他就把那些文献都整理 然后就给李立淑他们 那李立淑他们是实践者 就是能够插花的 不是理论者 像我们一般是做学问都是理论 理论家 然后他就把这些历史上的这些花卉的图案 他把它实际插出来 然后他就推广中国的花道 而且他推广的非常成功 他自己也插的非常的精美 然后后来他就这个决定要把那个美国的那个中国花园建造出来 然后他们就跟台湾申请经费 台湾说不知道下一届总统是谁 所以我们没有经费 然后这有时候牵涉到政治就很悲哀 这讲到政治我也听过 以前有一个院长他说 他们已经这个要对嘉义 好像嘉义常常有那个河水泛滥 还是什么样的事情 还是那个地下水 好像会导致地层下陷这些问题 对对对 然后他们都已经这个就是一些地质学家都已经 对都已经知道说要怎么样改进 然后那时候这个国民党都已经要出经费了 可是最后到了下面地方 好像有一个单位是民进党的 然后就把这个砍掉 结果那个地方变成又不能建设 然后继续地层下陷 所以有时候政治很麻烦 好再讲回来 就是后来他去跟大陆要 大陆也说没钱 最后他只好自己募款 他怎么募款 他就在美国那个地方插花 然后很多人都很惊艳 原来中国也有这么精彩的花道 哇结果当下他就募到了一百万美金 美金 然后他就把那个中国花园建设起来 哇一建设起来大家都很惊叹 然后他现在推广这个中国花道 已经影响到大陆 大陆派很多人跟他学 因为这个大陆现在在复兴中华文化 大陆经过文化大革命之后 他们发现这个人啊没有中国文化这种传统的薰袜 人心都变得很恶劣 我们知道大陆很多黑心食品嘛 所以大陆他们现在都在推广复兴中华文化 各种层面推广哦 像我在华言联社有那个大陆来的学生 他们跟我们讲说大陆播四十亿 大陆必哦四十亿 给这些宗教这个寺庙 要他们推广汉传佛教 推广汉传佛教 所以大陆非常有心在复兴中华文化 所以包括宗教 包括艺术 然后大陆派很多人来跟这位老师学 然后把他请到大陆 去学花道 那他们这个花道 他们也有考核 有五个等级 然后大陆他们那边 只要通过五个考核就可以成为花道的教授 就可以教这些学生 我为什么讲这个 讲到供养 对 这个花道的老师 他本来纯粹是喜欢插花 其实他本来是一个外商公司的职员 然后他就是偶然的机会 帮他们同事去听花道的课 因为同事没空 又交了钱 叫他去听 结果听一听他有兴趣了 然后他自己就开始学 他学到 有兴趣到 他把那个外商工作辞掉 人家都说他疯了 因为那个外商工作 薪水非常好 然后他投入花道 其实反而是自己要付出很多的 然后他那时候 他觉得他在外商公司工作不快乐 可是他插花就非常快乐 他觉得他的人生这么短暂 为什么要每天活得这么不快乐 他插花他觉得很快乐 所以他就全心投入插花 而且因为他之前在外商公司 其实已经累积蛮多财富了 所以他可以放心去 这个 从事他的兴趣 然后他就插花插花 后来结果他在插花界 小有名气 就有一些道场 就说 诗姐你可不可以发心 来帮我们道场插花 然后这个李立书老师就想 好啊 这个反正他这个也可以义务 去帮道场插花 结果后来叉叉叉 他开始就跟道场越来越多的接触 就开始对佛法有耗耀 然后他就发心 发心供佛 我为什么讲他 就是我就觉得 这个李立书师姐 我昨天就来跟我先生说 因为我先生也有去听 我就说 这李立书师姐福报好大 你看他做这个外商的时候 也很顺遂 然后也累积很多财富 然后他从事花艺 然后结果他全心投入之后 他不仅自己擦得很愉快 而且发扬中华的花道 等于这个本来中国没有花道了 已经被引没了 可是他发扬出来 他说其实日本花道是源自于中国 他说他跟日本老师学中国花道的时候 这些花道的老师 一上课一开始会跟大家鞠躬说 我们日本的花道是源自于中国 跟大家鞠躬 所以日本人他们就是有这种精神 会很尊重传统 然后这个 我就跟我先生讲说 他好有福报 然后你看他擦花 然后他全心投入 然后他把中华文化 中华花道复兴起来 然后结果他又可以发心共佛 然后我先生就说 对啊他肯定啊 前世啊 大概就是有共佛的这种善根 所以他今生就还会有这样的因缘 你看为什么人家会找他来擦花 一定就是他前世已经跟这个 佛法有善根了 有关系了 曾经供养过诸佛 所以我先生就说 所以他今生福报很大 这个师姐真的福报很大 他义务帮道场擦花 常常那个不是只是擦一小盆 是整个会场的布置 那个都是上万以上的经费 然后他这个自己擦花 他还一个人擦花 对这个整个道场来讲 有时候是没有办法附和 一个人没有办法附和这么大的空间 所以他常常都要号召很多 他的这些这个擦花的学生 然后他的那些擦花学生 也因为去道场擦花 本来不学佛的 但是就因为被李立书老师带去擦花 结果也开始学佛 然后他就带了很多擦花的学生 然后都一起学佛 就觉得他真的是大菩萨 我先生就说 他肯定是前世供养 有这样大的功德 所以这个 这个 我们这个能够有什么样的能力 要常常自己种福田 然后我刚刚还要讲就是 他的功德之大 这个李立书老师啊 不仅富有 生活顺遂 他的这个相貌也很娇好 就是你就是觉得他就是大菩萨一样 所以这个供养诸佛的福报很大 我先生就说这个 那个妙法莲花经 那个妙音菩萨品 不知道同学知不知道 他说那个妙音菩萨 就是前世都是供佛 所以他一出场啊 哎呀那个整个场面 就是音乐花瓣 整个是很缤纷的场面 所以这个有福报啊 你的这个生活都很顺遂 而且你在学佛路上也会很顺遂 好 所以圣才童子啊 我们看到这边 我们会发现 他有一个特质 就是很有福报 所以学佛福报 也很需要 真的也很需要 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说 学佛要赔福 常常这个出家中 刚出家都是做最出众的工作 什么做大寮啊 或扫厕所啊 都是先赔福 所以这个 从圣才童子 他的名字 到他出身 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个很大的特色 就是福德要具足 福德一定要具足 那他福德为什么能具足 第一个 曾经供养过去诸佛 所以通常啊 这个经文当中 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曾经供养过去诸佛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 好 那曾经供养过去诸佛呢 所以他跟诸佛都有善因缘 那跟诸佛有善因缘 自然也会听法 就好像李立淑老师 去布置会场 有时候就顺便参加法会 所以就能够种善根 所以善根不足啊 古德就是说要先供养 要先赔福 如果我们觉得 我的善根不够 这个 这个 读佛经有时候读不懂 或者是业障很重 善根不足 就要先做供养 这个就是他的 一个顺序 那善根具足之后 你的信心 还有你的理解力 就能够广大 这个 像很多 这个佛经 有的人一读就相信了 可是很多佛经 有人一读不见的相信 像华严经 很多人不相信 你知道吗 还有很有名的大法师 弘扬华严 可是他不信华严境界 真的 他很明白的讲 他说 华严境界是神话 但是他为什么弘扬华严 因为他觉得 华严的精神 很值得推广 这种广大的精神 很值得推广 但是他觉得华严 境界是神话 他不相信 佛有这么广大的境界 所以 这个 信啊 真的是不容易 要有 要能够相信 这个真的要善根深厚 然后 有的人相信 但是 理解力不足 虽然相信 可是那个悟性不够 没有办法 这个理解 他的这种广大境界 所以 善才童子 你看他必须具备 这些条件 具有善根 然后性结广大 那其实啊 能够拥有 后面 二字十 的这些功德 其实 最根源的 就是 供养诸佛 第一个通常是 种 总说 你们看这个 华严经 他的经文 你看到后来 你会发现有一个特质 通常 第一个是种说 不然就是 最后一个 是种说 他这个经文的脉络 有这样一个特征 好 那 他自身呢 具有善根 性结广大之外 而且他喜欢 清净善知识 所以这都是我们 学佛 想要成就 的一些特质 如果我们善根不足 性结不够广大 就要常常供养 这个 古德也有讲 这个 其实一切众生 都是未来佛 所以 供养一切众生 等于也是 供养一切佛 那 如果再讲的 更精细一点 还有就是说 堂上父母 就是我们的双亲 就是我们的佛 所以 供养父母 也等于是 供养佛 好 再来 第五个 生与异业 皆无过失 没有照过任何恶业 这个也是我们要常常警惕的 我们如果有过失的话 这个 成佛就容易有障碍 然后他在 修行菩萨道 也都很清净 然后他有求 这个 一切智 一切智就是这种 波勒空会 有这种 求一切智的信心 有这种向往心 那他是成佛的法器 他具有这些功德 他就能够成为 成佛的法器 我们能不能成佛 就看我们是不是法器 所以法器就是我们能够 具足这些善根福德 然后能够承载 理解 这些佛的 这个道理 才能够走向佛道 好 最后这两 最后这两点 是重点 就是善才童子 他的 这个 核心 核心的内在原因 他的心很清净 他的心清净到什么程度呢 犹如虚空 没有 任何 一片云 等于意思就是说 没有任何一点杂质 非常清净 非常干净 那这么干净的心呢 所以回向菩提 无所障碍 这个 华严经啊 所谓的回向啊 就是我们所说的上求 上回向 就是上求菩提 所以他上求菩提 也没有障碍 好 这边呢 古德说呢 这个 第一点 特别就是讲 他过去 有这样的 这样的因缘 所以他才有后来 种种 包括 过去跟现在 后来的这些功德 所以如果我们不具有这些功德 我们就要从供养开始 好 那我们这个 善财的介绍先讲到这边 我们先休息 好 那我们再来看 这个 刚刚我们说 善财童子 他能够一生成佛 第一个条件 其实就是要有福报 要有福德 那这个福德呢 从一开始 他是生于福尘这个地方 其实就已经有福比了 等于就是说能够生长在福尘 这个城市的居民 他们都是有福报的 通常在同一个地区的人 他们都有贡业 通常都有贡业 像我们台湾 我觉得我们还蛮有这个福报的 你看台风好几次 本来要直扑台湾 结果都 对 都转向 我觉得台湾真的 应该是有很多大德 有很多大德 所以这个本来可能会有一些灾害的 然后这些大德 都发出这种正面的力量 所以啊 每一个地区都有他的贡业 那圣才童子呢 他身在福尘 这边就是第一个福笔 象征这里的人民都很有福报 那通常呢 这个我们不是说 阿弥陀净土 他有一个特质 就是身在阿弥陀净土的 这些众生 都是与诸大善人 共聚于处 这个 我们说那个叫做什么 静默者黑 静诸者赤 所以在同样环境的人都会有相互影响力 所以第一个 他从空间环境来讲 居住在浮沉的人 基本上他们有一个共通的条件 就是他们都是具有福报的人 好 那再来别说 就是个别来看三胎童子 他在入胎时候 我们刚刚就讲了 这个他妈妈怀他的时候 他们家就突然涌现很多财宝 那 李通玄长者 我们这一本书里面 没有收入 可是他在大藏经里面 那个 新华严经论 这个其实也是收入新华严经论 但是他里面有些没有收入 在那个 李通玄长者的论里面 他有讲到 善台童子他在 入胎的时候 入母胎的时候 他是以性种入胎 就是他是具足了十性 具足了十种信心 就是对于佛法 已经有这个性根 已经有性根 来入胎 也就好像我们说 现在有的小孩 这个娘胎就吃树一样 就是在娘胎 他就是有善根的小孩 好 那他在怀胎十月当中呢 他就以他的这个性根 他这边说性的种子 然后已经修了十波罗蜜 他妈妈十月怀胎的时候 他在妈妈肚子里 就已经在修行了 就在修十度 这个十月 每个月就修一度 可以这样讲啦 但是事实上 不是分割的那么清楚 说我第一个月修布施度 不是啦 这个华严精 他都是可以 这个融射一切的 总之就是说 这个小孩子的胎教 已经很好了 已经有这个佛法的 这个善种子 所以他出生之后呢 这些宝藏就会从地有出 这都是象征 他修行有成 那也暗示他未来能够成就佛果 所以他的这些外显的钱财 这些金银珠宝 这些功德法财 就成长茁壮 就是象征他可以成佛果 佛果也是圆满具足一切功德 好 这个是李通玄长者 有特别讲到 善才童子 他在入胎的时候 他就已经有性根存在 好 再来呢 我们要看这个童子 这个关键制 我们刚刚说 善才童子 他是怎么样入佛境界 其实从他的名字 就是关键 从他名字 你就可以知道 要具足几个条件 第一个善才 就是要具足福报 那第二个童子 我们说他从 一开始一直到最后一餐 他都是称作童子 那这个童子呢 不只是善才 在这个文书 一开始也是称童子 所以这个童子 在入法界评里面 他有很重要的意涵 那我们来看这个李通玄 他怎么样解释童子 他说童子啊 就是指20岁以下 他这边是从年龄来讲 不懒世欲的亲信男子 就是很亲近的 这个 这个很亲近的 而且深具信心的 的男子 然后第二个呢 童子年幼 创起初心 就是小孩子啊 还懵懵懂懂的时候 可是呢 经过了 这个 这个老师的教诲之后 他开窍了 他的那个懵懵懂懂的心 好像突然 这个有光明照路 所以呢 他就发心 他就想要像 那个教导 他的老师一样 他就好像仰望到 一座灯塔一样 所以呢 这时候他就发心 要归向这个佛法的大海 然后要接受 佛法的这个教诲 第三个 童子创蒙也 这就是跟这个意思 其实差不多 就是 他这个懵懵懂懂的心 被开启了 然后他是被谁所开启呢 不是不是 然后他就是说 他这边不是说 他被谁开启 而是说 他被开启之后 他这时候呢 他虽然 这个年纪还小 可是呢 他已经立志 而且他立志在哪方面呢 是在德性上 我们一般小孩子的立志 都是立志在世间的公民利路上 都是想说 我以后要成医生老师 都是成为这个世间的 这个名流之士 很少人会立志 说我要做圣人 可是善才童子 他们这种就是 善根具足 所以这个 李同学长者一直强调 他是具有 佛法信心 所谓佛法信心 就是他具有 觉悟的心 我们说 佛就是觉 所以就是 他具有这种 觉悟的心 所以当他这个 觉性的心灵 被开启的时候 他就想要朝向 那个觉悟之道 去走 他就看到那个 觉悟的那种光明 他就想朝向 那个方向去走 所以他就立志 要在他的德性上 能够这个有所成长 那这边呢 我们是这个 引用这个 应顺导师的话 来我们请班代念一下 未受世俗污染的纯净童子 当懵懂的心为善知识所创发 为正向力量开启 立志成为有德的人 此时所发的信心 是强大的自信心 是因为向上的道德力量鼓舞 发动他的本具善性 使他相信自己能成为得志兼备的人 这种清静的自信心 使他朝向目标 不畏艰难地勇往直前 好 这个 这边前面有一些是 我有一些 这个 加上一些 这个我的话进去 那我之所以加这些话 其实是 把李通玄长者的这三点 有一点骁龙进去讲 那这边主要就是说 这个善才童子 他的心很干净 那这种干净的心啊 他是很容易接受 第一次给他信念 的那个人 他的观点 就好像一张白纸 你在他上面画什么 他就会成为那个样子 所以这个善才童子 他就是很有福报 所以他一开始就能遇到 文殊菩萨 这样的大善之士 如果没有福报 一开始遇到魔王的话 那整个走向都会不一样 所以他很干净的心 然后又遇到文殊菩萨 然后以正面的力量 开启他的这个德性 开启他的灵性 所以这时候呢 他的那个全然的心 就会全然的朝向 这个文殊菩萨所开启他的那个方向去走 所以他有这种全然的信心 相信他能够成为得自兼备的人 而且他有这样的信心 他就会不畏艰难的勇往直前 这个是修行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力量 我们修行常常遇到困难就会退缩 或者就会懈怠 但是这个应顺导师他有特别强调说 善态童子他作为一位童子 为什么这个书中要以童子这样的角色出现 他有一个特质 就是童子他的心特别的热情 你们看小孩子 他们对于未来还充满了活力 充满了热情 像我们老了都会觉得说 差不多就好了 可是你看那些小孩子 就会对他想要达到的目标 有那种冲劲 有那种奋斗力 所以那个应顺导师就是说 善态童子这边有一个特质 就是他对道有那种热情 所以他可以勇往直迁 而且自始至终 不曾改变 他的那个初心 那种热情的心 这个应顺导师他在书上 有特别强调这一点 好 然后这边我是又引了一些其他的 这个注解 来强调这个童子的特质 这个童子呢 在一些著书讲 为什么称童子 就是断淫欲 就是没有这种世俗的爱欲之心 我们说为什么会生娑婆世界 爱不重不生娑婆 就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众生 就是爱欲太深重了 所以如果你能断除这个爱欲的心 就能超出三界 所以这个童子 就是从发心 然后开始他断 这种淫欲 跟世清净 所以李通玄就说 非童真行 不能录啊 就是为什么文殊菩萨称童子 就是说因为文殊菩萨 是象征入佛境界的那个性位 所以如果不是像童子一样 那么清净 那么纯真 是没有办法入佛境界的 所以只有像童子般 心形纯真 根式清净的人 才能够进入佛法大海 所以善才我们刚刚说 这个经文最后两句 是对善才 他的心地做一个核心的说明 其心清净犹如虚空 回向菩提无所障碍 就是善才童子 因为他的心非常清净 所以他才能够走向佛道 成佛 没有任何障碍 所以童子也是关键字 这个童子不只是佛教内部 有这样的赞叹 包括西方的基督教 还有我们中国传统老子 都曾经胜战过 这个婴儿 这些婴儿 次子 童子 其实他都是象征 都是象征很清净的意思 所以大圣菩萨能够离去烦恼 使内心洁净 无瑕 无痴 这样童子的心 就是童子地 实地当中 正入童子地 就是象征 他已经断除烦恼 而且心地非常清净 好 再来我们就要看这个文殊菩萨 他已经观察了散才童子 这个小孩子是 具足善根福德 是一个能成佛法器 要好好栽培的小孩 好 我们看这个文殊菩萨 这时候要怎么样说法 来我们来看这一段 这个我们从这边念 这个瓜糊的地方是成官的书 是科盘部分就不用念 来 耳时文殊施力菩萨 如是棺材善材童子已 安慰开育而为演说一切佛法 好先念到这边 文殊菩萨 这边变菩萨了 因为他要开始说法了 前面那个童子是表性慰 这边他要开始说法了 好 那他前面我们刚刚看过 他已经总摄一切众生 然后已经以慈悲心 以大智慧 然后说这个变才无碍的大法之后 这是为全体大众而说 那他观察到里面有一个特别值得栽培的 可以及身成佛的散财童子 所以特别为散财童子 特别的开示演说 然后这个安慰特别是讲到他内心深处 我们说安慰一个人就是你要能够让他的心平复下来 所以他这边的开示就是特别讲到他内心深处的一些法 就为他演说一切佛的大法 好那下面又列举十项 其实就是他为这个当机众散财童子 特别为他开示佛法 好我们来看这十种大法 所谓说一切佛积极法 说一切佛相续法 说一切佛次第法 说一切佛众慧清净法 说一切佛法轮化倒法 说一切佛色身向好法 说一切佛法身成就法 说一切佛言辞变财法 说一切佛光明照样法 说一切佛平等无二法 好这个刚刚我们说了 他是特别对散财说法 所以当机众是散财 当机受法 那他说了哪些法呢 其实他说了无量的法门 那我们这边呢 别举 就是特别列举十项来说明 因为他不能每次都说无量无边 所以一定要列举 那列举了十项 那前面两项是讲成佛的因缘 你要怎么成佛就开示善财童子 你要积极就是累积 你要累积各种菩萨万恨 这才能够成佛 一切佛他们怎么成佛呢 都是累积了各种的菩萨万恨 所以注解这边说 第一第二条都是讲成佛的因缘 怎么成佛原因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你要累积各种的菩萨万行 各种菩萨万恨 好 累积菩萨万恨啊 这个是从事项来说 但是啊 更重要的是什么 说一切佛相续法 这个能成佛啊 更重要的是 能够念念不断 你累积各种菩萨万恨 你要相续不断啊 这个很不容易啊 佛跟我们凡夫 佛菩萨跟我们凡夫 不同地方在哪 我们可能也常常在累积各种的善业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相续不断 所以这两点很重要 怎么样成佛 不仅要做各种善业 各种六度万恨 而且要相续不断 乃至于念念相继 都是善念 这才能成佛 好 再来下面三到九 这七项 他讲的是佛果的境界 三到九 那这些佛果境界呢 他告诉善才同志 佛果境界包括各种次第法门 也就是说你要成佛 还是可以有次第一循的 好 我们说过华言 虽然常常你会看到华言的特色 都是圆龙无碍 一己一切 一切吉一 重重无尽 好 都是讲这种 哇 漂亮 但是抓不到边的一些名相 但是不要忘记了 其实华言很重次第 非常重次第 从那个整个架构 我们就说过 七处九会 就是讲五十二阶位 好 整个华言七处九会 他不是通通都在讲圆龙无碍 他是一会一会的告诉你 信柱形象地 等觉妙觉 怎么修 很有次第的 告诉你这个佛的大法 所以 第一个他告诉善才同志 佛的次第法 是俨然有序的 好 这个三四五 都是在讲 这个佛境界 他是有什么样的大用 可以设受众生 那这些都是妙用的大法 那第一个包括 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次第法 那第二个呢 他就彰显 佛的众会清净法 就是每一个法会 都是非常清净的 这个我们比较能理解 我们参加各种佛 这个人家说 这个学佛的人常常到道场都变成菩萨 可是在家都是魔鬼 以前有人说这个老婆 去道场 哇 怎么完全变了一个人 这个其实是因为 道场就是有那种 正面的力量 有那种正面的磁场 所以你到了道场 你的那个正面的善心 就会显发开来 那我们在家里都是负面的磁场 大家回到家里 负面的能量都展现出来 所以要从自己做起 你要把正面的能量也带回家 所以这个佛的众会道场 都是清净的 然后佛怎么样化度众生 转法轮来化度众生 好 这个都是他的妙用设身的方法 那后面这个六七八九 就是讲佛他的这个境界的提跟用的部分 那前面两个是讲提的部分 包括佛的设身向好 然后法身成就 这都是佛他的体性上 就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向好庄严 好 那在发用部分 变才 好 刚刚我们看到这个文殊菩萨 总设大众的时候 他不是也有讲到这个发用的部分 就是变才无碍 然后还有光明 光明先照射众生 去除众生黑暗 好 那这十个这个文殊菩萨所说的大法当中 最后一个是总说 我们刚刚有讲过这个华言经文呢 十个当中如果不是第一个总说 就是最后一个总说 他有这样的一个脉络 有这样的一个脉络 好 最后总说就是 所有的一切佛法 乃至所有的一切佛的各种庄严境界 虽然我们看起来可能好像有差别不同 好 比如说赤地法 好 有这个性柱形象地的差别 好 或者是这个色身像好 好 有 各种 这个庄严像 好像有差别 好像 好像有不同 但是佛的境界 一切都是平等无恶的 好 这个总说 所以 古德说这个 第十句 通因通果 好 通理通事 好 一切因果差别 好 事理差别 在佛境界来讲 是平等无恶的 好 因果不恶 好 再来我们看下一段 这个 这个文殊师利菩萨 特别针对散财 当机说了 这个 大法 那我们刚刚说他略举十种大法之后 然后我们再来看下面 尔时 文殊师利童子 为善财 童子 及诸大众 说此 乏以 殷勤 劝愈 增长 势力 令其欢喜 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又令意念 过去善根 做事事已 急于其处 复卫众生 说一说法 然后而去 好 这个文殊菩萨 说法的时候 就变菩萨 你们有没有发现 这个经文 好 所以 我说这个华元经啊 能够 这个 如果是伪造的 这个伪造的人啊 肯定要有佛的智慧 你看他这个用词浅字 都很巧妙 说法的时候 他就变菩萨 这时候呢 他又是童子 因为他在这边 还是表示信慰 还是表示信慰 可是刚刚他说法 要说佛的大法的时候 说佛的大法的时候 他就要以菩萨 化身 显身 这个经文 这个你看古德柱姐 我们这个传要没有把这个古德柱姐引出来 古德柱姐就有强调 这些很细致的地方 都是这个经文很精彩的地方 好 文殊菩萨呢 他就为善才童子 刚刚 当机说法 那一开始也为 一切大众说法 所以他这边说这里是 结论 结前所说 总结前面所说 也就是说这个文殊菩萨 普及无偏 虽然他有特别当机对善才说 但是如果能够契入他所说的法的人 同样都可以射收 所以他其实是没有偏颇的 只是他特别又讲了更深一点的法 因为有一个上根立志 善才童子在里面 所以他除了讲一般的这个佛法之外 他特别又讲了更深的佛法 那为什么要讲这个更深的佛法呢 就是要让善才童子发心 耗耀成佛 就是 好像我们说的那个第一会 佛先展现佛境界 让这些上根立志的大菩萨 先看到 哇 佛果境界这么殊胜 就仰望那个佛境界 就很想契入那个佛境界 所以文殊菩萨 他看到当机众 有人是可以契入佛境界的 所以他就把那个佛 他的相好庄严 刚刚我们不是说有设身法身吗 还有种种功德 包括他的光明 包括他说法 赤地法的广大无碍 文殊菩萨都把他展现出来 虽然当机重视善才 但是只要能契入的人 他都希望一起能够怎样 一起能够发心 所以这边说 英勤劝欲 就是不断的劝发 参与这场法会的大众 希望他们都有人 能够发心 增长势力 就是增强他们的那种 追求佛法的那种力量 所以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要发心 说了这么多法 他的唯一目的 就是希望 当机重 愿意发起 求佛道的 这个菩提心 好 这个是他的第一个目的 然后 不是说第一个目的 就是唯一的目的 那要达到这个唯一的目的 除了说佛的境界 说佛的种种功德之外 然后又让善才 想起他过去的善根 或者是说 让善才的善根 能够发芽茁壮 能够再次展现开来 好 那这个文殊菩萨呢 说完法之后 然后又为大众 这时候再说一些 大众都能够设受的大法 然后就离开了 好 所以呢 这边 古德著书说 就是为了要 劝令禁修 禁修什么 其实他们都是有善根的人 我们刚刚也说了 这个经文有强调 幽婆舍 幽婆仪 同男同女 这些来到文殊菩萨所的 这些大众 都是五百位 好 这五百位象征 这些男众居士 女众居士 同男同女 他们都是要走菩萨道的人 知道这意思吧 因为他以五百来象征 他们都是要走菩萨五十二阶位 要走菩萨五十二阶位 的这些修行人 所以用五百来形容 为什么同学皱着眉头 让我觉得这个 怎么好像你们 接不起来 因为这个古德常常都是 以那个数字 他的一些特质 来表真法义 因为他这个五百 其实是五十再乘十 那十成十就是象征 修无量无边的菩萨道 其实菩萨道就是万恨 所以以十来成十 象征重重无尽 一般华言讲十就是指无尽 那如果是两个十 就是表示重重无尽 所以五百他就是 五位菩萨皆位再乘十 其实就是象征重重无尽的菩萨道 好像有的人还是 那个听不懂 对那么多他们怎么样去修那么多东西 怎么就要顺序给他们一个人修 为什么一下一讲就这么多 重重无尽 这就是华言境界 华言境界其实你在修一个法的时候 它是骗法界的心去修的 当你是以骗法界的心去修一件事的时候 你就等于是修骗法界的事 那你的功德就是骗法界 所以这个华言境有一个特质就是 我们修行 我们一般凡夫就是做这件事就做这件事 那个心是小的心 所以我们的功德也是小的功德 那华言的特色 它是心无量 那这个心怎么无量呢 就是你是以 如果要讲具体一点就是 你是以回向众生的心 在修一件事 也就是说你做这件事 你不是为了自己 你是为了无量众生去做这件事 当你是以 为无量众生的心去做一件事的时候 你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 这个是华言的特质 那你如果先掌握到这个根源 那做一切事都是骗法界骗虚空界 这个是华言的特质 所以为什么刚刚我们说 五百是修五位菩萨阶位 那这个五位菩萨阶位 其实是象征无量无边的菩萨行 就是十乘十 那就是五十个阶位 每一个十都乘十 所以每一个阶位 性位 这十个阶位 就是无量无边的 性位的菩萨行 所以每一个阶位 他都象征 你是骗虚空骗法界 像那个 普贤恨怨平 他不是就有讲 那个 那个句 一身腹腺差成身 一一骗你差成佛 如果我们要用观想的方式 就是你在礼拜的时候 华言境界怎么去拜佛 你就观想 你是骗虚空骗法界的身 在礼拜骗虚空骗法界的佛 然后回向骗虚空骗法界的众生 这就是华言的修法 那古德说 以这样子的修法 你一个当下 你就是无量节 因为你是骗虚空 在做 一件看起来很单纯的事 可是你知道吗 佛法其实就是 唯心 虽然外相 跟一般大众一样 你看他也在拜佛而已 可是为什么他的 功德福报好像比我大 为什么他好像 学佛的速度进步比我快 心不一样 每个人修行 虽然都修 一样的佛法 修一样的仪轨 修一样的法门 可是心不同 你的 成道速度也会不同 所以华言为什么说是大法 他就是以果地诀为因地心 就是他是拿 果地 就是成佛果 那个果地的觉悟的心 为他在因地修行的根源 国地诀为因地心 那国地诀就是什么 就是骗虚空骗法界 这样广大无量无边的心量 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这个华言的心 是骗虚空骗法界的心 我们读华言最重要就是要把我们心量打开 当我们把心量打开的时候 你做任何一件事 你都是趁法界而行 就华言来讲就是趁佛性而起 所以我们刚刚说 这个古德说叫做 果地诀为因地心 这个果地诀 在华言来讲就是性起 就是趁佛性而起 然后你以这个果地觉悟的这样的心 我们虽然还没有证悟 一般这个果地觉悟因地心 更彻底来讲就是 已经是开悟佛性的那个心 那我们虽然还没有证悟 可是如果我们常常练习 常常练习 把我们的心量广大的话 我们就容易弃入这种广大境界 所以这个华言经 你要修行的法门 很重要的就是那个心念有没有转 那个心念要怎么转 就是要把它转变成广大无量 所以刚刚讲到 讲到这个劝令进修 就是说 这五百位 男众居士 女众居士 同男同女 他们其实通通都是要走向 无量无边的菩萨道 通通都是要走 这个五十二阶位的 可是呢 要走这个菩萨道 我们大家应该也是很多都是发心要走菩萨道 对不对 可是呢 这里面呢 有一个特别上根立志的 就是那个善才童子 这个文殊菩萨 特别希望他能够发大心 所以所谓的劝令进修 这个要让他更进一层的去修行 是什么 就是要让他发心 那些在场的圣众 那些五百 我们之前说了五百 都是已经走上菩萨道的哦 去听这个文书 开示的这些圣众 都是走菩萨道的哦 五百的 男众居士 女众居士 同男同女 都是要走菩萨道的哦 但是要走菩萨道啊 并不是所有的人 都能够把那个大心发出来 所以这边说 劝令进修 所进的 这个进修的内容是什么 就是要发心 我们之前也讲过这个 三大阿僧奇节 人家说 成佛要经三大阿僧奇节 算法的起点 就是你什么时候发心 这个发心不是 我们说 好我要发心 为了那个三大阿僧奇节 所以我现在开始发心 哎呀这个不算啦 他那个真的算是 你从内心深处 你不忍众生苦 你决定一定要救众生 所以我要成佛 我要有大智慧 我要有大变才 我要有妙用无穷 能够帮助受苦众生 都能脱离痛苦 发这样的大心 那一刻才真的算 我们平常只是想说 对要发心 可是没有那种 对没有那种强烈的 那种味道 可以死的那种强烈的道心 我们一般不是 我们一般虽然觉得 哎呀你好可怜 可是我不会为你去死的 那种都不算发心 真的发心是 我愿意带你受苦 你病痛 你不要啦 这个病痛给我吧 你不要受这种痛苦了 我不冷心 就很像很多妈妈 看到孩子生病 哇心好痛哦 好希望帮孩子生病 那种心 你而且不是只是发 你孩子的心 你是发 骗一切众生 你不忍任何一个 跟你无缘的众生 他才受苦 我们都是有缘的众生 我们才会 不忍心他受苦 跟我们无缘的路人甲 他很苦 你可能最多说 哎呀你好可怜 可是 我还是要过好我的日子 我们一般是这样 真正的菩萨发的这个大心 他是无缘众生受苦 他都不忍心啊 他都 他都没有办法看到 任何一个众生 在受痛苦 是发那样的大心 所以说 劝令进修 是希望 那个上根立志的 善才童子 这些 应该说有多少 五百成四 两千 两千大众 都是在走菩萨道的哦 都是在走菩萨道的哦 可是 虽然都在走菩萨道 但是都没有发大心 所以劝令进修 求钱佛果 真的是 想要成佛 为大众要成佛 然后要让善才 益起他树式的善根 让他不要轻贱自己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 哎呀 我没有那个能力 虽然我很希望 大家不要受苦 但是我没有那个能力 我没办法 我做不到 我们一般人会倾见自己 会觉得 我没办法 我也不会说话 然后 我又 不会 做事 然后 我也没智慧 我什么都不行 我们一般都会这样 然后就会觉得说 哎呀 那个 那个佛菩萨 还是 他比较有能力 我们常常看到 大家都会说 他比较强 师兄比较厉害 还是师兄 你多认几个接位吧 上一次 上一次因为 同学在说 我们班有几个人 然后 然后我们师兄就说 嗯 有53个 我说 那刚好一人一个接位 然后班代说 我们班好像 只有20几个 然后我说 那没关系 一个人认两个接位 然后就有同学说 哦 那个师兄比较强 让他多认几个接位 没有 我们应该要自己说 我可以的 我能够担当 这个接位的重任 我要发心 我们都容易清见自己 这个都是因为 我们没有信心 我们没有 没有 就是不相信自己有佛性 你不肯认 你的那个佛性的光明 可以照耀出来 所以才会清见自己 所以要让你 一起素质的善根 我们能学佛 肯定素质有善根 这个古德常常都说 这个佛性的大光明啊 我们都忽视了 我们都只看那个佛性大光明上面的黑点 然后我们就一直专注在那个黑点 说哎呀 我们只有那个黑点 那个黑点 就是我们不行的地方 遮蔽那个广大 骗法界 灿烂无比的那个佛性光明 然后我们就一直看着我们那个黑点 说哎呀 我好多 这个不如人的地方 你都没有看你那个广大无碍的 那个光明佛性 我们常常就是清见自己 所以这个文殊菩萨 一再的劝慰 殷勤劝慰 就是要善才童子 哎呀 你不要忘了啊 你是本质具足 无量能力 本质具足 无量智慧 本质具足 无量慈悲心的人 可是我们都忘了 好我们最后还说 没有没有我没有 哎这个不是自傲哦 自傲跟自信不一样哦 不是他们那个跟这个自信 相信你内在的力量是不一样 他那个是相信我的那个武器 相信我的那个威吓的恫吓力 不是内在的力量 他这是相信你的那个内在的力量 他你说那个什么IS 那种恐怖组织 他都是相信他的恐怖力量 可以恫吓反抗他的人 谁反抗我我就杀了他 这都是外在的运用暴力 运用外在的威吓来压制别人 这不是内在的力量 内在的力量 他是有一种内在的光明 我们不是有跟大家讲过 那个德雷莎修女 他不需要用恐吓的语言 他只要一进入会场 大家都会觉得 有一种祥和宁静 然后烦恼刹那间不见了 然后充满喜悦 这种就是一种内在力量 那其实 我们现在知道的是德雷莎修女 在庄子里面就有描述过这样的人 真的自古自经 从古自经 只要你把你的内在的佛性 开展出来 那个内在的力量是不得了的 你不用言语 在庄子里面讲有一个人 对 资黎叔也是 我讲的是另外一个叫 埃他托 对 他是那个 不用言语 不说话 但是每一个人只要 接触过他的人都不想离开他 然后都觉得在他身边好舒服 然后你整个人都会觉得很干净 就是你在他身边 你的那个 闸览 黑暗 都被他的光明 都照亮了 就好像我们这个 教室 黑暗 但是你一开灯 整个教室都亮了 那他就好像是那个光 你就好像是教室 本来你在黑暗中 可是他一来 就好像把灯打开了 对对对 得重复 就你的那个 内在的光 就也被他照亮开来 所以这个不自清啊 华严经为什么一开始就要把佛境界展现出来 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每个人内在都有那个境界的 只是我们都不去看那个境界 古德说我们都去看那个黑点 然后那个黑点 其实只是部分 但是我们一直抓着那个黑点不放 然后就说 我不行 我能力不足 我只会扫地 所以你不要一直去专注在你的缺点上 你不要专注在你的缺点 你把你的心力都专注在缺点上 你的缺点就会放大 无限放大 无限放大 所以我们要专注 回来去看我们那个觉性 所以佛为什么叫觉 觉悟 我们每个人都有觉性 我们要常常去观照的是我们那个觉性 当你把你的注意力 放在你的那个觉性上 你的那个觉性就会越来越亮 可是我们凡夫不是 我们凡夫通常就是 不断把我们的注意力 放在我们的缺点 无限放大 我不行 我不能 然后人家说 你可以 你说不行 这个部分我可能 这个还要考虑一下 不行不行 我们就是这样 然后就自己吓自己 最后吓得什么都不敢做 就是我们凡夫的思维方式 就是这样 上次我听 那个杨定一 你们知道吗 他这个天才儿童 你们知道吗 他13岁就念大学 21岁就拿双博士 而且双博士 一个是医学博士 一个是生化博士 我跟我那些学生讲 我说 你们现在18岁才念大学 然后你们22岁 有的人还毕不了业 然后人家 杨定一 21岁就拿双博士 他27岁就当 美国 美国一个很厉害的大学 我忘了那个叫什么大学 的系主任 你知道吗 他们那个系啊 下面的老师啊 很多都拿过诺贝尔奖 他27岁做 这么优秀的人当中的系主任 可见他多厉害 这么厉害的人 他以前都研究科学 可是他现在 完全回来东方 东方文化 而且他在东方文化当中 他找到他生命的意义 他说他从小一直不断的在寻找 他不知道寻找什么 可是他就一直在寻找 他看很多书 他说他可以同一时间看十本书 他把十本书 通通摆在一张桌子上 然后他就这样 走一圈 然后再换下一页 再走一圈 然后他说 他很喜欢这样读书 因为他发现 好的书有一个特质 他们都有共通点 他们都可以互相对话 书跟书之间可以互相对话 我们一本书都读不好 他同时读十本书 还帮这十本书互相对话 我看到他的那个介绍 我都觉得他太强了 而且我跟你讲 他不是胡扯 他小时候 他每次去巴西 因为他妈妈移民到巴西 他小时候去巴西图书馆 借书 一次都借十本书 然后一个礼拜之内都还书 然后那个图书馆 那个馆长都想 他是不是只是来借还书而已 然后每次都考他哦 随便抽问哦 他都对答如流 然后那个馆长后来 每次有新书进来 都先帮他保留 因为知道这个小孩太厉害了 我还没讲到重点 糟糕 重点是 杨定一他 为什么我要讲他 讲那个回路 我们的思维 他后来走向东方 他以前都是走这个西方科学 可是他一直发现西方的医学 因为他一直走医学 他一直发现西方医学 始终没有办法解决人的全面问题 你治疗好干 胜就坏 你开刀拿了瘤 还会复发 然后身体又搞坏 他就觉得西 有那个不足之处 他就转向东方 他就发现东方医学是全人的治疗法 是整体的思维 然后他就不断的深入东方思想 后来他发现他一直不断寻找的东西 在东方文化中找到 他一直不断寻找的就是 生命的答案 我们人来到世间是为了什么 最后他发现原来生命的答案 就在自己的内在 当你看见你自己内在的心 我们都看不见 我们常常都是情绪出来了 才知道我生气了 情绪出来了 我好高兴 我们看不到我们的心 我们都是后一步 已经有喜怒哀乐 我们才觉知 但是如果你能够看回前一步 你的那个心的本体 你就知道 他说他就知道生命答案 可是你要怎么看回新的本体 这个是我要讲的重点 我刚刚一直要讲 其实要讲这一步就讲了那么多 可是又已经下课很久了 我又想卖关子 让你们想一下 怎么样看到新的答案 来我们先下课 有没有同学这个要说说看 你觉得要怎么样 让你看到那个内在的佛性 这个学华言啊 其实为什么说他的当机众 是上根立志 主要就是这些当机众 他们都看见他们的佛性 他们都对自己的 所具足的这个 自己所具足圆满的佛性 身具信心 具有自信 像我们现在常常说要有自信 可是我们现在说的自信 常常常都是 怎么讲 就是好像是一种 膨胀 就是现在人说的自信 比较是一种 骄傲 因为我是想到我的学生 我的学生他们因为 也说要有自信 那他们讲的自信 就是变成是一种 伪装出来的 就是自己装着自己 很有自信的样子 那种是 没有内在根源的自信 真正的自信 是你看到你自己 内在具有什么东西 那我们一般人有的信 就是 我事业有成 所以我有信心 或者是 我有个好老公 所以我有信心 或者是 我的儿女很有成就 所以我很有信心 我们一般信心 都是建立在 外在条件上 这些外在条件 一旦失去了 你就没有可以让你 足以骄傲的自信 唯一一个 不可能失去的 但是如果你能发现的话 这个自信 是永远 永远不会 消失的 那个就是内在的自信 所以 华严经啊 这些 大根基的菩萨 他们都是 他们都是 见到了他自己 具足 自己具足 一切 相信自己 本来就具足 一切 他肯认自己 他具有这样的自信心 所以他才能够 契入那个佛境界 因为那个佛境界 不在外 就是在他自己 然后他只要把 那个广大 具足一切的 那个佛性 上面的污点 拿掉就好了 那我们刚刚说到 这个我们一般人 都是一直看那个污点嘛 我们一般人 都是一直看自己的污点 然后没有去看 那个广大的佛性 怎么去看 那个广大佛性 我刚刚讲到杨定一 杨定一啊 他说啊 我们要改变回路 他医学 他研究 发现我们 人的思维方式 会形成一个回路 这个是科学 脑坡 可以 那个叫做什么 照射出来 就是 人的思维 如果形成一种 惯性的话 在脑坡可以看到 他就有一个回路 任何事情一进到 就是你一面临 一面对任何一个事情 你的那个思维方式 就会顺着那个回路跑 其实本来 其实本来那个脑 它可以有很多走向 可是当你形成一种惯性 就是你的思维方式 都是那一种回路的话 它就不再会往别的回路走 它就只会走那一个回路 这是他从科学 这是他从科学 那个脑坡 发现的 然后他就 发现说 当我们一个人的思维 如果是习惯 负面思维的 什么事情到他面前 他都是负面思维 同样的事情 另外一个人 他的思维 是 正面思维的 他就是正面思维 所以他发现 最简单的就是 人要先训练自己 强迫自己 改变那个思维回路 要强迫哦 不是说 我就 差不多就好了 一定要改变 而且要用强迫的方式 在佛教来讲 这叫做意 叫做意 对 如理做意 师姐讲的真好 就是要如理做意 真的 他加了如理 真是太好了 你就是要 合乎真理 这个佛法就是 我们现在找不到真理 但是真的 佛法是真理 是可以 带你解脱 让你 去除烦恼的真理 如果你是想要找 能去除烦恼的真理 只有佛法 如果你是想要找 宇宙真理 那你去问科学 因为佛法 讲这个科学的真理 还很难 我们一般有时候还不懂 所以要如理做意 你要用佛法来思维 所以杨定一就说 我们要如理思维 但是他说的如理思维 用这个现代话讲 就是你要去观察觉醒 什么叫观察觉醒 就是譬如说 你起贪念 你不是去看着贪 我们一般就是 贪念起来了 哎呀 你看到那个美女 你就会 好希望跟那个美女在一起 就自己忍不住 走到美女身边 想跟他多讲两句话 这个是没有决心 真的 如果你有决心的话 你就会看到你自己 你的起心动念 已经由意 带着身体 开始行动 然后就要开始展出 展现出业力了 真的这是没有决心 没有决心的人 就是你的那个潜意识 已经开始影响你的身口意 然后你就会 不知不觉走到美女身边 然后就会开始 说一些蛇颤莲花的话 所以杨定一说 你要回观 你的觉醒 就是 你看到了 当我们没有看到的时候 我们就是跟着 你的意念走 贪心就跟着贪心意念走 称心就火冒三丈 我们一般就是 没有看到 你的起心动念 我们就跟着我们起心动念走 等我们看到 我们已经发出来了 我们通常都是 已经火冒三丈才看到 我生气了 然后想说 我不应该 骂人 可是已经骂了 然后骂了觉得 收不住口 还要圆谎 还要圆事 还要美化一下 就骂更多 这个就是 我们那个觉醒 没有 没有看到 没有看到觉醒 所谓觉醒就是 当你那个念头出来的时候 你就看到了 然后我们要做的功夫就是 你常常去看 你那个看到 这就杨定一说 你要看到你的佛性的方法 因为我们那个觉醒 其实就是我们佛性大海 在展露出来的 你知道吗 那个华言中二主 字眼法师 他说 这个性起啊 我们一般华言都说 佛性趁性而起 是不起而起 对不对 佛性大海 是不起而起 其实我们那个觉醒就是这样 你不用做意去起 其实那个 他已经陷起 但是 你没有去看他 你去看贪嗔痴 我们众生习惯去看贪嗔痴 我们不习惯去看觉醒 然后我们只有在 忏悔的时候 那个觉醒才出来 那个就是性起 字眼说 这个就是性起 他说 这个不起之起 包括 所有的 从身文原觉 乃至于凡夫到 这个菩萨 各种修行过程中 他 决定 他发起 善念 那个时刻 都是性起 所以当你的 善念起的时候 那个都是觉醒 我们要看的就是那个觉醒 然后定义就是说 我们要常常看回那个觉醒 当你习惯这个回路 你就会进入佛境界 那当然不是那么容易啊 中间还有很多过程啦 只是说我们就已经朝向佛境界 因为他这个觉醒就是你的佛性的性体 所展现的一端 佛性 那个佛就是觉悟的意思 就是觉悟的意思 所以 这个佛性 其实他无时无刻 都是不起而起 他随时都在展露 只是 你有没有去看到 就好像 我们说这个 因果啊 或者是四地啊 这个 佛说的三法印啊 四圣地啊 这些真理 其实都是存在的 只是我们都没看到 就好像 我们每天都会经历 很多无常 我们都不会有所领悟 可是佛就领悟了 他有无常 他就可以领悟 不要执着 然后他就可以放向世间 所以我们讲回来 所以 这个 文殊菩萨 要善台童子 发大心 然后要意念他过去的善根 然后就为大众说法之后 文殊菩萨就 准备离开 这个大塔庙 那这边说这个 其他五百位大众啊 不止五百位 这个如果总体来算是 两千位 都不是这个当机众 所以呢 文殊菩萨呢 就随移的说一些 这个佛法 然后下面就要展开 善才童子的部分 这个善才童子呢 注释说 上根水主 就是他是一个 上根立志的人 他在文殊菩萨的 指点之下 他就发起大心 然后他就准备要跟着 文殊菩萨 因为他觉得 这个 点醒他的这位三知识 等于是他的恩师一样 当一个人啊 把你从黑暗中 点亮 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这个人 是你生命中的贵人 所以就会想要跟着他 所以这边说 上根水主 就是指善才 我们注释说 上根水主 这就是指善才 然后 想要更进一步 去跟这个文殊菩萨 参访这个庙子 能够参学 跟文殊菩萨参学 更深刻的佛法大义 所以呢 他独隐重流 他就这个超凡脱俗 不同于大众 他就 重法随师 他就 更重视要求道 求法 然后要跟随着 这个 老师 要去求法 好 那下面就是 善才童子 经由这个文殊菩萨 启蒙之后 他有一些回应 好 我们来看这一段 来 班代 二十 善才童子 从文殊势力所 文佛如是 种种功德 一心 请求 阿妞多罗三妙三菩萨 这边的重点就是发心 善才童子一心要求 阿妞多罗三妙三菩萨 就无上正等正觉 就是 他听到文殊菩萨 说了 佛的功德之后 我们刚刚 说过这个 文殊菩萨 为什么针对 善才 开眼 无量大法 然后 经文举了十种 这个 佛的种种功德 包括佛的设身 还有他的各种妙用 种种功德 就是希望善才 他能够 耗耀 他也具足 像佛一样 能够开启的这种境界 所以善才童子在 文殊的 启蒙之下 他就 他就发心了 所以讲到这边 我们就要来 这个 总结一下 这个善才童子 他 能够成佛 我们从这边 可以看到 他具有几个条件 第一个 要有福报 福报很重要 你福报不足的话 修行路上 障碍会非常多 非常非常多 以前我认识 一个 一个师父 他这个 不出家之前 都没事 一出家 一堆事 一堆障碍来 然后他病得 一塌糊涂 最后搞到 他只好还俗 他一还俗又好了 真的 就是这样 可是有的人很奇怪 他病得 一塌糊涂 可是他一出家就好了 真的 这种人 这种人就是要学佛 就是要修道 有的人 他修道路上 就障碍很多 这个就是 他在 学佛路上 没有福报 所以 学佛要有福报 这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 三台童子 从他的童子之名 可以知道 他的心像童子一样 而且 自始至终 都像童子一样 一开始像童子一样 干净的心 到最后 他的心 也是像童子一样 很清净 所以能够正入 佛的清净境界 那 另外一成意义 这个 应顺导师说 这个三台童子 这个童子 他有一个特质 就是 热情 对于 道 充满了热情 能够勇往直前 勇猛精进 一直奔向佛道 毫不懈怠 这个是三台童子 第二个特质 那 他聚足了 这两个特质 所以我们 自己也要 在这两方面 要努力 多赔福 然后 让自己的心 这个 这个 尽量放下 各种欲望执着 人的心之所以 不清净 其实 都是欲望执着 所造成的 其实 这个格言也有讲 人到无品 人到无欲品质高 一个人如果无欲无求 他的品格就很高尚 你看很多人为什么 会做一些逢迎拍马的事 就是他有欲望 他想要得到 那个权位 那个民生 那个资格 就是他有欲望 就是他有欲望 想要得到 那个东西 所以 他只好 他只好 惨媚呀 做各种 可能会贬 贬损他自己 人格的事情 所以 其实 人的品格 之所以不能够提升 就是欲望 就是欲望 所以 第二个条件 就是我们要清静 尽量减少自己的欲望 清心寡欲 那第三个 你已经具足了 这两个条件的话 你要怎么成佛 具足这两个条件 就是你有福报 然后你也清静 但是不一定能成佛 要成佛 最重要条件 就是发心 就是发心 你看到这个 经文到现在 文殊菩萨 不断劝诱 善才同志 和大众的 就是发心 那善才同志 这时候 他自己 也说 他这个已经 一心 想要求 无上菩提道 好 那这个发心 可以说是 成佛 的重点 我们一般说 你有福报 就是你在 很多事情上 都很顺遂 那你很清静 那你在世间法上 你也是一个 人格高尚的人 但是要成佛 最大的差别 就是 你有没有发心 那这个什么是发心呢 我们 我们待会会特别讲 什么是发心 那我们现在要来看 这个善才呀 古德说啊 他说他已经发心了 那他到底是在哪一个阶位 这个课本的2303 这边 好 古德说这个善才到底是什么阶位 有很多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 善才同志 他能够集身成佛 肯定 他是 正到 这个 实地阶位 的菩萨 包括出地 就是已经正入地位的菩萨 所以他说发心 就是他已经正入 这个发心位 好 这一种说法 另外一种说法是 他还没正入实地 还没正入出地 那他就只是一个凡夫 可是呢 他的 素式善根 尤其是他的性根 成熟 这个性根啊 特别就是指 相信自己 具足一切 的那个佛性 我们如果相信自己 具足一切 我们就会相信自己有能力 承担很多重责大任 就是 我们 有没有相信自己 拥有具足一切的那个佛性 我们一般都没有 这个是 他所谓的性根成熟 就是他相信自己 这个才是真的自信心 永不会消失 当你发现了 你的这个自信心 当你 肯认 你拥有具足一切 的这个佛性的自信心的时候 这个自信心 他是不会有消失的时候 而且 而且这种内在的自信 他是不会 变成那种膨胀的自傲 那种膨胀的自傲 是一种 会以 上来压下 会有分别的那种自傲 这个自信是不会 这种自信是内在的力量 好 第三个 这个贤手 法杖三主 贤手大师 他说 这两个 前面这个 第一 第一个跟第二个 这两个说法 不是华言宗的说法 就是 华言经因为 早期传入 也有一些其他宗派 一些大德 他们的著书 那这个才是华言的说法 贤手大师说 善财童子应该是 性行中人 这个善句就是指人道 就是一般三善道 性行中人 所以法杖大师 并不认为善财童子是 出地菩萨来的 法杖大师说 善财童子其实就是 像我们一样 一般大众 只是 他相信自己 具有一切的那个佛性 所以性行中人 他们都特别强调这个性 就是他对自己 具足一切的那个信心 很强大 所以他也相信自己 可以成佛 这个立足点 如果没有的话 就不可能成佛 这个立足点有的话 你才有那个根源 你的那个佛性 那个体性 才展现出来了 好 所以这个重点不在 你是不是地上或地前菩萨 投身 你即使是一般凡夫 可是你只要 你只要能够肯认 能够具有 你相信自己 具足一切 的那个佛性 的那个信心 你如果具有这样强大的信心的话 你就可以像善财童子 一样当身成佛 所以这个 弦守菩萨 弦守大师 法葬他说 一元教宗呢 还可以分成三个阶位 就是散财的这个 法性 可以分三个层次来讲 一个就是他前身 曾经文 见文 见文过 普贤大法 也就是说 有因缘了啦 所以这个 我们学佛啊 跟大家广结善缘 很重要 跟各种法门 广结善缘 很重要 广结善缘 不是恶缘 我们这个 跟任何佛法 不管是天台华言 或者是南传 或者是藏传 乃至于外道 基督教 天主教 乃至于 那个拿着 可兰经跟剑的回教 我们都要结善缘 真的 这个 你会发现 所有 这个 我们经历的一切 如果你前世是 结善缘的话 你今生都很顺 如果你前世是 结恶缘的话 今生你遇到 那一件事就不顺了 所以从现在开始 我们都要去结善缘 广结善缘 你看像 善才的童子 我们不是跟大家讲过 他餐 九十六种外道 不是他参九十六种 是他参访的那一位三知识 他会九十六种外道 然后他就跟九十六种外道 他的门徒 上千人 上万人 就是九十六种外道 他都教化他们 所以 独华元经还有一个很大特色 就是 我们的心量真的要大 然后跟大家广结善缘 跟大家广结善缘 跟各种法门广结善缘 像上次我们不是说 有的人会特别去毁谤 那个秘教 喇嘛教 其实这个 这个对他们来讲 未来不是很好 这个 这个因果来讲 其实不是很好 所以这个善才童子 过去生 他就是曾经见闻过普贤法 这个普贤法 你如果 熟读华元 你就知道 这个普贤法 不是只是指 普贤那一尊的法门 这个普贤法 是指 普遍一切 贤善的法门 我们上次就跟大家讲过 这个普贤菩萨 为什么能够成为 华元 三圣之一 华元三圣 文书 普贤 毗如遮那佛 毗如遮那佛 就是这个 华元教主 那文书象征 波勒空会 这个波勒空会是 佛教的一切共法 你学佛 不同于一般 散法的重点 就是你有没有 波勒空会 你如果没有 波勒空会 你学再多散法 都只是世间散法 但是你一旦 有波勒空会 你才真的 进入 佛法 所以 波勒 文书 是华元三圣之一 就表示 这个普贤 是普遍一切的散法 但是这普遍一切的散法 一定要有 波勒的文书智慧 没有波勒的文书智慧 这个普贤的一切散法 就是世间散法 那这个普贤是华元 非常重要的一位菩萨 原因就是 他是 境界最广大 行持愿力 骗虚空骗法界 最广大的一位菩萨 我们那个 联社的院长 贤度法师 他形容 普贤菩萨 称作 最忙碌的菩萨 他形容的也很巧妙 因为这个普贤菩萨就是 什么事情他都做 再小的事 再大的事 再维系的事 再简单的事 再复杂的事 他通通都做 这个就是普贤的特色 所以这个善财童子 前身 建文 普贤法 就是 他已经 跟一切散法 都结了散源 所以他有 解脱分散根 要进入佛境界 一定要有一切的散源 因为佛度一切的众生 如果你跟众生没有散源 你要成佛 这个不仅自己有障碍 对佛来讲 更重要的是 他没有办法教化这个众生 因为没有散源 因为没有散源 就也很难度 好 再来 这个是前身 再来就是这个 今生 今生呢 因为他有前身的善根 所以今生呢 在这个前身的善根之上 他就开始修 这个 菩萨五十二阶位 然后 正路 这边说来生 他这是为了从时间序列上来讲 所以他就区分过去 现在未来 可是这个旧华言来讲 就是可以一时顿路的 因为穷中 就是菩萨接位 所谓因 就是这个 成佛的 因地修行 都称作因位 这个等于就是说 成佛的 这个因地修行 全部都修圆满了 那最后 就进入佛果大海 这个 这个 祝书 这边是这样说的 好 再来这个 祝书说啊 如果一定要定 三才同志在哪个阶位的话 那第四种说法就是 三才同志在 哪个阶位 就是哪个阶位 也就是说 因为你们看这个 五十三餐 你们会发现 三才同志每到一餐都说 我发心了 好 那每一餐都象征 某一个阶位 好 那你如果要说 他发心到底是哪个阶位 那五十三餐 每一餐 他都说他发心 从第一餐到最后 剑谱贤 他都说他发心 那到底你说 他的阶位 要从哪一个来算 所以 第四种说法就是说 三才呢 如果在 在姓 就是姓位 在住就是住位 那反正就看 他在哪一个阶位 就说他那个是属于 发心是属于哪一个阶位 那这今天就是华言的特色 他一生经历 这个五位的修行 然后在任何一个阶位 其实都原收 一切阶位 谁在 即彼收 谁在即彼收 在哪一个阶位 应该是 画这个 在哪一个阶位 别的阶位 他就 原收 在那个阶位当中 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 一位聚一切位 一切位 即一位 这个就是华言的 这个 原教的观点 好 这个观点 一般来讲就很 这个适合华言的说法 那还有一种说法 说 这个 圣裁到底是哪个阶位呢 他发心是哪个阶位呢 就是 他是立五十二个阶位 那这边 跟刚刚前面那一条 这一条 跟这一条的差别 就是 这一条比较重在 航部来说 这一条比较重在 圆龙来说 华言常常会讲 航部不爱圆龙 圆龙不爱航部 这个 术语 所以航部就是 每一个阶位 他的部列 就好像一行一行 所以他称航部 一行一个阶位 每一个阶位 就这样部列展开 那圆龙呢 就是 这些次地的展开呢 你不能把它割裂开来看 好 我们众生常常就是 分别很清楚 他就是他 你就是你 就分割的很清楚 那华言呢 就是你要 消融 这种分别 你要把这种分别心 消融掉 然后你要把自己 提升到 佛的境界 佛的高度 去看 你会发现 但当你提升到 佛的高度去看 一切现象 其实 他不是 差别的那么严重 这个我想到那个 那个不是有一个 拍那个什么 发现台湾 还是什么 对对对 反正 就是他拍那个 他从高空看世界 我们处在地球上 我们看世界 看到的世界 是空气污染 是这个 这个 什么 就是看到 我们的世界是绘图 可是当你从高空看世界 你会发现原来地球 是一个这么美的环境 这个 就是说 当我们把我们的心 抽离出来 提升到 佛的高度的时候 我们看很多事情 在华言经来讲 就是可以被点化 都可以把它点化成 佛的境界 我们如果 在杂篮中 在杂篮中 我们就会 跟着杂篮 滚在一起 然后也以杂篮的眼光 去看一切事情 可是当我们能够抽离出来 然后提升自己的境界 乃至于提升到佛的境界 你在看事情的时候 你就是以佛的亲近眼 去看世界 所以 这个圆融的角度 就是你从佛的高度 去看 这些次第差别 其实 它是圆融无碍的 那我们 从凡夫的角度 看一切 就是他都 次第掩蓝 但是如果你要从凡夫 达到佛境界 你就是要透过 航步的次第 可是你在透过 航步的次第的时候 就华言的立场来讲 你要有圆融的心 你不要把自己 陷在这种差别上 你要有圆融的心 也就是每一个阶位 其实 你如果 能够从高度去修 这一个阶位 这个阶位 它都可以达到 佛境界 所以一级一切位 从 教理上来讲 是这个意思 好 所以这边呢 他特别强调是 航步 立位而修 最后修到 普贤的时候 这个广大境界 就 一时都能够 具足 圆满一切 好 那他下面 举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呢 是华言经 这个向好功德 向好光明功德品 这个案例 他说啊 地狱天子上 三重顿远 何以善才 克定出定的 好 这个地狱天子的故事 是怎样呢 就是有一个 这个故事啊 就是有一个 在地狱的众生 然后呢 因为 佛放光 结果呢 他就从地狱 超拔到天上 瞬间 从地狱 超拔到天上 好 这个超拔到天上的 这个地狱天子 我们 称作地狱天子好了 那 他到了天上之后 他闻到 他听闻 就是天上有这个 脊骨 我们一般在人间 是人说法 那在天上 这个骨会 致名 就好像那个 极乐世界 万物都会说法 那这个天道也是 这个骨 会说法 结果呢 这个地狱天子 他到天上 听到这个骨说法 他就震入实地 哇 你看 从地狱 顿超到实地 有一点转折啦 先 先超升 到天界 然后就 顿入实地 好 这还不打紧啊 这个天子啊 这个 这个正实地的 地狱天子啊 他的毛孔 画出滑盖 这个天人的境界 结果啊 只要有谁 见到这个滑盖 就震得转轮王位 而且 他的境界 是实地的境界 然后 还不得了的是 这个转轮王啊 这个转轮王 他放光 谁遇到 就正实地 哇 你看这个华严精 这些 这些众生 感觉修行都好简单哦 我们都爬的钥匙 一步一步爬 爬得好辛苦 然后还没爬到 那个实性阶位 啊 他们一下子 性柱形象 统统都超越了 直接正实地 原来在地狱的 我们还在山散道呢 结果还不如人家 在地狱的 一下子 只是因为碰到佛光 就上升天上 然后就正实地 然后这个正实地的 这个天子 他生出滑盖 哇 这个见到的人 又正实地 好 你看这个 所以这边说 地狱天子 三重顿元 就是 刚刚我们说的 这三种状况都 能够顿 顿超 到元龙境界 他说 就华言来讲啊 你看这是华言精哦 说 这些 著书的人啊 为什么一定要把 善才 说 他是在哪里 他说 善才应该是 出地菩萨来 他才有办法 一生成就 我们不是出地菩萨来 所以我们不可能 一生成就 他这边其实强调的 就是这样 他这边 其实说来说去的 重点 他的意义 就是在讲 哎呀 我们不要一直觉得说 那些证悟的人 都是有来历的人 像我们说这个 虚云老和尚 是八地菩萨来的 然后讲谁谁谁 能够修得这么好 肯定都是有来历的 这个古德这边 主要就是在讲说 你不要 这个一定要说 他是几地来的 其实就华言立场来讲 你只要能 肯认你自己 你只要能肯认你自己 就具有 那个具足一切的佛性 你要有这个信心的话 你只要有这个信心的话 你就能像三才同子 一样即生成佛 这个才是关键 不要管他是几地来的 他这边就在责问 说你要说他是出地 那说他是出地 是见了文殊菩萨之前 还是还没见了普贤之后 那如果说他是出地来 那他五十三餐 这五十三餐过程 有没有进步啊 既然是出地来的 乃至实地来的 那这样还要 去讨论他的阶位的宗室吗 室末吗 所以 最后这个 古德就说啊 不要疑管亏天啊 不要用这个狭隘的凡夫眼光啊 去思维华言经 所以这个古德这边就一直强调 我们读华言啊 一定要抛开那个凡夫的心 我们一定要把自己 自己的心量 自己的境界 自己的格局 一定要把它拉伸起来 拉伸到佛的高度 你这样子 你读华言经才有意义 才有意义 才对你有帮助 否则读华言经 哇 佛境界好高啊 哇 我永远达不到 哇 我不行 这样读华言经完全没有用 所以读华言经 你重要的就是 前面刚刚这个古德一直在讲的 你要知道 重点是 他有信心 这个信就是你要相信自己是具有佛性 这个才是重点 然后这个佛性是我们具足的 我们的自信心是要建立在这个上面 不是建立在功成名就 不是建立在孩子成就 不是建立在还有什么 我已经不知道要讲什么 反正任何那种 你是建立在外在条件上的那个信心 他都有毁坏的一天 只有你把你的信心建立在佛性上 即使你死掉了 即使你转世投胎 你来生 因为你这一生 把信心建立在佛性上 你来生就有机会成佛 这华言经很多都 很多主师都这样讲 你今生来不及成佛 但是你已经把你的信心 你肯定自己是具有佛性 而且有非常坚强的自信 不会说遇到的事情就说 我不行 我不能 你要有很坚强的自信 然后这个自信是建立在 内在自己本质具足的佛性上 你即使今生不成 来生也成 古德常常都这样说 好 那我们今天就上课到这里 我们下课到这里